主席 那你捨得脫手嗎 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要買的話 對 我覺得你收藏強硬 小優你買得起嗎 不然你幹嘛問啊 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要跟你買的話 對 我死也不肯 對 我在不肯 可是你二手價買多少錢 二手價其實那時候 應該是 我要提到一個男生的最愛 你看這張東西 你看多可愛 這是機器人嗎 這是鐵人啊 其實這已經有五 六十歲的歷史 這是歐洲的 那這個東西 其實很多男生到我家 幾乎都想要把它摸走 那還好我家有裝那個BVB 有感應 沒有人可以 進你家還要先通過那個 對 沒錯 那個天使光感應 對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拿這一個 因為它這個沒有金屬 它沒有 它可以通過它的印象 可是我的娃娃裡面 我都有入珠 塞一個金屬在裡面的祕密 了解 那其實網路上購買也會很有趣 我們其實這樣 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大概有很多女生 看到每個人都產生 這個包包是說 你一定要VIP買一定的金額 然後邀請到巴黎去 那它才會送給你這個包包 所以你是因為買了多少金額 對 那這個東西是 大概買了大概上百萬以上 好 然後邀請去了以後 這個價值是四萬六千塊 好 好 這樣買上百萬就拿得到 沒有 它你邀請它送你 也有一個機票來回機票 然後住飯店 其實那整個行程 大概一二十萬以上 好可愛 那時候老師你買 你是在網路上買的 這個在網路上買就有了 台灣的 可是這個很難找到 因為它的量非常少 因為VIP不會太多 那又沒有使用過 其實非常好 我都拿來就是說 去健身房 放卡 或者 我那個捷運卡都放起來刷 好低調喔 等一下 你老師做情運耶 那這個網路上你買多少錢 這網路上其實你只要 大概花個兩萬多塊就買得到 兩萬 可是要找看機票 它不是常常有 應該不會做這個賽事 對 而且很稍有 如果這個L牌的謎的話 看到這個會堅強 真的 對 而且你看看 連玩個撲克牌 它也有特別的撲克牌 這一定假的吧 然後在真的 它只送給VIP 譬如說我買了一個 因為我很喜歡收集 做衣服有關的東西 眼鏡盒嗎 沒有 這個很特別 它就是 做衣服的工具 裡面有頂針耶 對 然後還有剪刀 小剪刀 好古典喔 人家互動 很像跳島市場買的 還有針耶 在這裡 對 那其實當時 它只是用這樣盒子給我 告訴我故事很動聽 我都覺得真的是真的 我覺得 因為你知道最近 香賴兒電影不是很紅嗎 對 Chanel在縫衣服的時候 就拿一個針對 那其實網路上 我還碰到一些問題 真的太盲目了 其實你看 我買了這雙鞋 因為之前我們流行羅馬鞋嘛 對 我想就買一雙來看看 因為我也想羅馬鞋 因為我去菜市場買菜要穿的 我總是要時尚一點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阿基斯嘛 會啊 會啊 還是會啦 他這個 死阿基斯非比阿基斯 對 因為它在網路上就拍得很美啊 然後就是我想說羅馬鞋 他告訴你是新的還是二手的 他是幾乎 他一定講說 只穿過一次 那我就相信 那其實買來發現喔 你知道這鞋有多難穿啊 我每次去買菜 我才買到柳丁 還沒買到橘子的時候 我的這個鞋已經踢到前面去了 它非常設計得非常不符合人工鞋 可是這個牌子你認識嗎 也不熟咧 他說你只是看它好看 對 好看 那就是流行就買來 對 因為網路上根本沒看到實穿 很注意 真的 腳板或什麼都會有差 而且像如果是巫婆鞋 那個根本不準啊 塞不進去 對 所以聽說如果買巫婆鞋 就這種長長尖尖的鞋子 要量裡面的尺寸是不是 沒錯 那個很重要 內圍 就是從哪裡開始量 不是 你可以請你問對方問題嘛 然後告訴他們說 你的那個腳實際裡面是幾公分 是 然後你再量你的腳巴鞋子是幾公分 就可以知道說這雙鞋 實際的尺寸你可不可以穿 其實網路上真的還是要跟他們 建立一些關係 就感情 因為國際老師的重點是在建立關係 對 這是一整整體 對 跟國內外的 你看我建立到關係得到了好處 你看這個好不好看 好看耶 這個又是鋒鞋機 然後索蘿蘿蘿轉具一下 真的很漂亮 我才跟他搏兩次感情 他就寄東西來的時候 就送了一個贈品 真的送的 對 這是送的 可是你是花30萬買的嗎 差不多啦 然後 然後這個還會動 你看多特別 所以我每一隻咬這個 30萬就沒了 就是這樣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跟國際老師比起來 我覺得自己這個 好樸素喔 學校 這是時尚 不一樣 真的 覺得這些買來要幹嘛 這些東西有必要介紹嗎 我覺得好像大學生喔 我可以回家 這應該拿去大學生了沒吧 對 大學生 國際老師那個是奢華版 是 是奢華版 頭暈版 就是你看 有的時候你知道嗎 你一直看網站 對 你一直在看的時候 看網站 看網站 你會受不了 然後你就買下去了 那種20萬 30萬 沒有啦 簡單啦 什麼人餵什麼鳥啦 對 大家會用他們 什麼人買什麼啦 什麼人買什麼 像我們這麼有氣質的 就買了一個魚恐龍共舞 對 為什麼 你知道這個其實啊 這個魚恐龍共舞 是BBC的一個紀錄片 然後它在台灣 其實已經只有出過一版 後來就沒有再出了 外面也都買不到 如果你要買到的話 大概標價到 一千六 一千八 這樣一張 那妳自己講解 為什麼拿那張A4的紀錄 因為你說這個 我是要講網路的特性 真的很妙 因為我自己也有 在網路上賣東西 可是我賣的東西 都是我平常拿太多 不需要的 可是我知道有網路族會喜歡 比如說像這一張 是我去東京的 這個奈良美智咖啡 然後它有一個 就是專門針對咖啡做的地圖 就是一些很多奈良美智的花 好愛 一些健檢 其實這個東西在咖啡廳 是免費的 費的 這樣妳也拿來賣啊 可是台灣會有人喜歡 喜歡 然後我這一張 就是我那時候就多了一張 我就想說PO在網站上 試看看 你知道這一張可以賣到 可是我有問題 太酷了 有事是頭腦 可是這個是 什麼時候的東西 這個是它一開幕的時候 那一張 所以現在這一張 沒有大概超過三年多了 那問題是現在買到這一張 去找這些咖啡廳 全倒光了 沒有… 像這樣子的藝術家的咖啡廳 它就是一直都會 對…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桌子 是它自己畫的畫 什麼東西這些的 那很特別 我會想到這個是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 另外一件聰明事 然後就是在一個開幕的酒會上 有一個雜誌跟一個設計師品牌 他們合出了一個筆記本 那不是設計師品牌的 就是一個 就是那天晚上他送給大家 VIP的東西 像剛剛國際老師拿的那些 VIP的東西 可是那就是一個筆記本而已 一般的 然後封面上是印了設計師的照片 那張照片就值錢了 你拿來賣 所以我拿來賣 賣多少錢 我就把它放在網路上用筆的 因為我覺得在網路上 你要用標價的那才刺激 就是有人搶標 真的 結果呢 那一本小小的 差不多這麼大的 然後很薄的一個筆記本 一直標標到680 不要錢的 680 所以我們終於知道 林國際老師都是類似 跟什麼樣的人買東西 對 可是你知道 其實我很多朋友 他們在看網路的時候 是在找投資的標底 像國際老師這樣 其實很聰明的 他是找一些 他一直在蒐集的東西 對 他可以持續投資 而且是高單價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80年代開始 就在網路上標紅酒 跟國外的網站標 80年代 當時的紅酒 跟現在的差價 對 差不多是30倍 30倍 所以小優 你不要在你買面前 那什麼指甲油 你買指甲油 指甲油是她 什麼 我是睫毛啊 我是睫毛 可是網路上 也有很多實用的東西 像這個我也是在網路上買到的 這又是啥 他其實 他會想要讓我 他其實就是一個小的 非常的好用 這樣 可是你平常去店面買的時候 這個可能都要標到 三四五千以上 這種小小的布包 然後加上它又是一個名牌的 對 這種東西可能又要標到七八千 對 那如果像我們可以去原購買的話 或者是說有的時候 它在sample sale的時候買的話 可能再稍微便宜一點 對 但是這個在網路上買啊 因為它所有的斷袋 都很好 包裝紙什麼都很好 對 我就會喜歡買 然後它 包裝紙真的都還在 包裝紙都還在 所以弄得很好的話 它比如說它比食物的價格 只要少一層或兩層 我可能就會買 因為它保存得非常好 那這樣子你買東西很麻煩耶 你回家什麼有的 都要留起來 對啊 它也會很多耶 所以我很誇張 那個看過我東西的人 就會覺得說 你很誇張 你什麼都留 像那個指甲油的盒子 那個 乳液的盒子 我都會留著 我都會留 它隨時準備拿去網路上拍賣 沒有 我隨時準備 這樣給朋友用 比如說這個東西用一用 然後我表妹可以繼續用 我就整個連盒子給她 然後有盒子在的時候 感覺很好 對 好 謝謝 接下來請藝人造型師小薇 介紹她網路挖刀的寶寶 好 接下來是小薇老師的 是 我完全就是一個怪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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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走這種 真的很 這應該是 我們家浴室 踩在地板上的 真的嗎 那也不錯喔 對 很近 谢谢大家